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迫与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SPD共组联盟 上次梅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握有压倒性的80%的国会多数 但现在却降到56% 这段期间的艰难阻隔是梅克尔他12年总理生涯中最严重的危机 民粹党的崛起将会是梅克尔新联合政府的一大威胁 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也成为最大反对党 今天的仪式对梅克尔来说将替选后僵局画上据点 并坚称会按照计划一起执政到2021年 这是他第四次领导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 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